一解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士正 在今年的春节前夕呢 给大家讲解过一盘当湖时局的棋局 当时呢 完全是因为古里十番棋的第二局 要在浙江的平湖 也就是当湖时局的发源地进行 那么 可以说是心血来潮 给大家讲了一盘古棋 没想到呢 这盘棋讲完之后呢 引发了广泛的古今之争 其争论的交解呢 就在于有一部分棋友呢 觉得古代棋手的棋 仍然强于现在的顶尖棋手 由此呢 还分出了崇古派和扁古派 这两个派系 对此呢 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呢 崇敬古人啊 是中国的传统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继续给大家介绍一盘 当湖时局的另外一盘棋局 上一次呢 介绍了第三局 这次介绍的是第四局 请大家来欣赏 棋手摆下这四个子啊 这个是古旗的规则 说到古旗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要来说一下规则 古代的旗呢 和现在的旗有三个地方不同 除了白旗仙下之外啊 有三个地方是不同的 这个规则在一开始 我们有两个规则是必须要介绍的 那就是首先是这个坐子 以及不贴木 这是古旗跟现代维棋相比啊 最大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开始呢 我了解到呢 是坐子啊 是为了防止对方下模仿旗 在这点呢 我是其实是有怀疑的 因为我觉得现代维棋 为什么会有模仿旗产生呢 那是因为它要贴木的 而古代呢 它是不贴木的 不贴木的情况下 下模仿旗 我认为对于后手的一方啊 就是模仿的一方啊 实在是太亏了 现在的模仿旗之所以呢 可以成型 是因为啊 它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白旗稍微变化一下 黑旗有可能贴不出木来 但是现在呢 由于不贴木的关系 我多下一个子 我无论如何都是便宜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不贴木的问题 这个坐子啊 并非是为了下模仿旗 这个呢 我认为古代规则当中啊 坐子是对棋手的这个布局啊 有了这个禁锢 或者说是限制 不是很合理 另外最不合理的一点 我认为就是不贴木 那么不贴木 就现在来看呢 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那就是让先 如果和古利和李世时的十番棋啊 规则是让先 那么我觉得啊 这个棋 几乎是不用下了 结果大家都可以预知 5比5 所以说呢 呃 这两个规则 呃 可能对古棋啊 他们的棋手的发挥 会有一些影响 啊 我们来看棋 前两手是这样下的 这个坐子呢 呃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程度上呢 影响了呃 棋手啊 在布局上的这个创意啊 其实布局啊 对于围棋来说呢 呃 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艺术感的这个地方 呃 可能呢 当时的围棋啊 也受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我们在看古棋的布局的时候呢 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 这个点啊 这个点 大飞啊 这都是古棋的特色 在这里呢 就不多加赘述了 那个时候他们下这样的一个格局啊 就好比我们现在下中国流布局 下韩国流布局 下三联星布局 什么简单啊 呃 前面这几个棋呢 我不想多说 但是呢 白棋现在这个 逼这个 当然了 也是当时的这个 呃 布局的这个理念 只是呢 我觉得现在啊 这个棋 更应该从这边过来啊 我们来看实战吧 我之所以 选择这个 当湖实局的第四局啊 有很大程度上呢 是因为这盘棋下出了一个双飞叶 古人呢 往往他们下棋啊 对于这个心味啊 他们不太喜欢下这个双飞叶 我们来再次啊 来看一下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其实说过了什么原因 这次呢 我们再来巩固一下这个问题啊 一起靠这个 白异常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实战的这个下法 从这里面呢 呃 很有意思一点 我们看出了 呃 古代围棋啊 跟现代围棋啊 跟现代围棋的这么一个差异 或者说呢 是一个发展 他们是这么下的啊 现代围棋是这样的 这定式呢 黑棋是挡 白棋小尖 黑棋尖顶 然后白棋沾上 而古代的定式呢 是这样的 走成这样 白棋现在立这个 黑棋挡 白棋再拐这个 啊 其实是还原 但是呢 里面的含义 却大也不相同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到这里呢 我们要再说呃 下一个规则 也就是呃 古代啊 有三个规则 我前面说了 有三个规则 和现代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除了坐子和不贴幕以外呢 还有一个规则叫做环棋头 这个规则呢 在我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呃 没有讲到过 这次呢 给大家补上 呃 我觉得啊 如果三个规则当中啊 让我留下一个的话呢 我肯定会选择这个环棋头的规则 我觉得环棋头的规则 呃 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规则吧 啊 如果放在足球里面呢 它有点啊 类似于鼓励进攻的感觉 呃 什么叫做环棋头呢 就是说 当大家下完之后啊 正常的熟子 除了除此以外 还要计算双方的活棋 比如说 最后下完之后呢 白棋有四块活棋 黑棋呢 只有三块活棋 那么白棋呢 比黑棋多出了这一块 就要多贴两木棋 啊 如果我是五块 他是三块 那么我就要多贴四木 所以说呢 呃 大家说了 为什么古人下棋啊 那么好战 啊 喜欢把这棋啊 大家分割的七零八落 那是因为还棋头的原因 呃 是不是如此呢 我们在实战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请看棋 这个棋走成这样 呃 有棋就说了 这个棋啊 如果你打吃 走这个 沾上这个 被黑棋党本身这个棋啊 就不能称之为定势啊 这么这么一来呢 呃 就出现了还棋头的问题了 因为黑棋这一块 把你的两块分开了 你要多贴两木棋 但是呢 在现代棋手的眼光当中呢 这样的棋啊 为什么现代的棋都是走这个 不是靠了虎呢 不走这个呢 是因为走成这样之后呢 这个棋啊 白棋根本不是沾的 白棋这棋就飞进去 古代也有这样的定式的概念啊 比如说走这个 然后虎这个 这个棋呢 我觉得白棋啊 不如搬了 打吃 大家来学习一下 现代棋手的这个理念啊 来走这个 黑棋 打吃 这个时候呢 白棋其实就吃一个 在这里一跳 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啊 这里啊 根本就不需要去走棋 白棋可以这里飞过来 也可以这里飞下来 这个棋本身啊 我认为也不存在 还棋头的问题 即使 现代规则当中啊 也有还棋头 我认为 现代棋手啊 也会这么去下 如果这么一下之后呢 我们来看啊 黑棋的这两个交换啊 损失非常的大 首先这个局部啊 白棋就不错 再加上黑棋这个棋 白棋非常简单的 就可以获得局部的优势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棋啊 拿走 前面我提到的是 简单的获得局部的优势 其实这个棋啊 作为现代棋来说呢 更加的简单 由于这两个地方 做了个交换了 而且呢 黑棋这边还有一个子 考虑到 白棋啊 应该直接就点33 黑棋一吃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黑棋这个局部还可以 但是这边交换了两手棋 我认为 已经啊 白棋这个局部啊 已经是成立了 然后呢 白棋走这个 走成这样以后呢 白棋再回到这个 非这一栏 现代棋手的理念啊 更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啊 我可以通过简单的手段啊 获得局部的优势啊 那么往往呢 就不再会去考虑复杂的变化 我们来看实战 拐 然后加进去 这里面呢 牵扯到了一个呃 定式的问题了啊 正常情况下呢 这个地方定式啊 有两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立下来 断掉 这个旗下等同于前面的 差不多啊 就等同于前面 白棋的这个点33 当然我觉得 白棋啊 可能要强于 刚才的那个点33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斑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 然后顶过啊 我认为定式啊 此时的定式 无外乎这两种 但是呢 呃 在那个年代啊 呃 受 或许是受规则 受理念的这么一种影响 啊 白棋 选择的是这个虎 这个虎呢 我认为呃 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就现代棋手的眼光来看呢 呃 这个不能称之为定式 啊 当然了 我们对于 古棋来说啊 他们那个时候的 呃 棋的发展啊 理念的这个形成啊 呃 肯定是跟现代是有差异的 我看了很多呃 陈主德老师啊 陈小刘老师的评论 呃 往往呢 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评论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评论 就是说呃 这个棋啊 现代棋手是怎么看 现代棋手是怎么想的 而古代的棋手是怎么看的 古代棋手是怎么想的 呃 大致呢 就是体现出呃 古代和现代这么一个差异吧 我们继续来看棋 来说一下这个顶 我认为这个时候白棋顶了搬过 只此一手 黑棋呢 只有断这个 走成这样以后呢 白棋啊 可以走这个啊 白棋这一带啊 一定要清处理 千万不要去沾这个 或者是沾这个 这两个子啊 千万不要去要他啊 在这里啊 加击即可 黑棋如果走这个 白棋就打车打上去 呃 这个局部啊 白棋 没有任何的这个 呃负担 黑棋站也可以 不站也可以 都没有关系 呃以后呢 这里黑棋要走 只能断这个 如果你这么走 那很好 我在这里啊 小尖一个 这一带呢 并不是很重要啊 也就是说黑棋走啊 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白棋如果走的话 啊 他能够糊在这里 是一个好点 对于黑棋这个子的 压迫非常的大 我认为这个棋啊 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白棋这个局部 下得非常好 这里面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 此时黑棋 千万不要去走这个 这个时候黑棋啊 只能吃这三个子啊 如果走成这样 白棋沾上 黑棋无论是 搬一个好 走这个也好啊 搬的话呢 我就走这个 然后一虎 这边啊 两块棋都要被攻 黑棋如果退 长出来 白棋跳一下 依然是走这个 黑棋仍然是被分割成两块 这样的话呢 黑棋还不如当初啊 刚才啊 把这个吃掉 非常可惜的是 实战呢 白棋走在这里 好 我们啊 现在来把这个 把这个也拿掉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当时啊 我认为啊 黑棋如果虎下来呢 这个定式 不管是立这个也好 搬这个也好 这个局部的定式啊 都是黑棋不好 所以呢 黑棋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 就现代棋手的理念来看 他应该做一些改变 不要再拘泥于 定式的下法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啊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过 呃 局部 一定要服务于全局 这个双飞燕啊 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黑棋这边交换过的 一个呢 是黑棋这里啊 有一个挂角 那么我认为 这个时候黑棋 完全可以考虑 直接在这里走这个 很多就是说 古人的棋啊 喜欢往中复走 那么你这个时候啊 我觉得就不要去虎这个了 直接在这里跳 下一手呢 我走这个 充分发挥这个子的作用 那么白棋 如果虎 我这么从这啊 走这个 逼过来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也可以 干脆啊 放弃脚地 在外围形成公式 他如果尖出来 这里有个小尖 白棋以后即使跳进来啊 他也不是活棋 你这个立下来之后呢 对这两边的眼位 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呢 我觉得才是一个 作战的态度 如果黑棋想要作战的话呢 这个时候 应该选择这个跳 这样的话呢 才能更好的 发挥 这两个子的作用 刚才这几王一虎 被白棋这一家 这个棋啊 已经下不好了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啊 古代的棋啊 走这个 这个虎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怎么说呢 之所以不愿意下这个双飞燕 或许啊 就跟这个定时有关系 既然是在当湖时局 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啊 能够下出这样的定时来 就证明呢 当时啊 对这个局部是有认可的 或许呢 就觉得这起啊 白棋损失的有限 还可以下 这个跟现代棋手的 这个价值观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异 尤其是当黑棋啊 这边还有两个词的情况下 白棋就更不能这么选择了 白棋虎这个 这个二路点 非常不错啊 我觉得 从这个范锡萍和诗乡下两位前辈的这个对局当中呢 我不难发现啊 我觉得范锡萍的棋啊 从布局的理念也好 或者说呢 很多现代化的手段来说呢 更贴近于现代的棋手 而诗乡下呢 在局部的战斗当中啊 感觉更好 可以说呢 两个人各有前丘 尤其是他的黑棋下一手棋啊 这个跳 非常的不错 一个这个点 一个这个跳啊 都是呃 跟现代棋手啊 感觉相差无几 呃 不得不说呢 这两位前辈啊 呃 为 为我们的围棋事业 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啊 呃 很多棋啊 呃 我认为现在的很多围棋的理念啊 呃 完完全全是根据当时的这个棋啊 来发展啊 好 我们继续来看棋 这部棋 这个时候啊 这个拆很大 但是呢 白棋啊 下一手有这个 这个局部啊 并不是活棋 以后走这个 还有一个倒虎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被 被白棋啊 这么封进去之后呢 呃 局部 呃 要被搜刮 外面呢 被收紧 黑棋非常的不舒服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必须要出头 这个跳 形状感觉下的非常的好 但是呢 呃 这个条 嗯 我就很难给他下一个定义了啊 我认为 呃 我看了一下陈祖德老师对于当乎时局的这个评论 呃 他呢 他呢 对于这首棋 就做了一句话的点评 就是说 如果是现代棋手 是B.33的局面 呃 这个我觉得呢 也就是呃 古代棋手和现代棋手理念上的一个差异 这个 也就是我刚才先前啊 跟大家介绍过的 呃 现在的棋手呢 如果啊 有 非常简约的手段 可以获得局部 优势的 那么他往往呢 呃 不会去选择呃 复杂的局面 呃 这个跳呢 其实我觉得啊 首先从方向上来说呢 呃 是违背棋底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点33 走这个 黑棋啊 无论是从实地上来说 啊 还是方向上来说 还是从子的效率上来说 都是最佳的方案 首先我 获得了脚地 然后呢 白棋的这个外势啊 它的发展啊 正好受到了我这个子的限制 啊 我就跳在这里啊 大放光芒 白棋这个棋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余地 另外呢 白棋这个子 位置也显得很差 啊 所以呢 此时的点33 我认为啊 就现代游来说呢 点33 白棋或许只能挡在这边 走这个 然后藏这个 黑棋就立下来 轻轻松松啊 就可以获得局部的优势 开始实战 跳在这里 排棋飞 这些呢 其实都是啊 呃 我们再再看一首啊 飞完了 斑 都是古代棋手呢 非常喜爱的下法 啊 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棋啊 下得紧凑 呃 不得不说呢 呃 古棋当中啊 这样的手段呢 使得这个棋局啊 变得很精彩 但是呢 呃 这也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呃 古代的棋手 它的发力点 有一些问题 在我们现在棋手看来啊 就是很多时候呢 在不太必要的情况下 引发战斗 就比如说这个棋 我点个33啊 在我们看来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一弹啊 似乎不是展开战斗的地方 这战斗呢 显然是应该从从这里开始 黑系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跳这个啊 再跳过来 把这块棋啊 带出来 又或者呢 我强硬一点走这个 然后贴下来 这么一个进攻 使白系这个大飞啊 更加的薄弱 我马上呢 要考虑点33 再把你这块棋攻出来 而这个地方呢 是战斗的地方 而现在的实战 我们来看啊 他跳一个 走成这样 黑棋碰 然后呢 这一靠 七星的感觉下得非常的好 由此呢 展开了一场啊 我认为是不太必要的战斗 毛泽东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认为 这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战争 就现代的这个围棋来说啊 为什么要发生战斗呢 无非是两个字 利益 这点呢 李世词很早以前就有了这个说法 他说呢 其实我啊 并不是一个喜欢战斗的人 我呢 只是想捞点空 但是呢 我的对手啊 连这点空都不让我捞 那对不起 我只能发动战争 意思啊 大致如此 但是我们在看古期的时候呢 往往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战斗啊 并非是由利益而起 或者说呢 大家纯粹的就是为了战争 为了想为了作战而作战 这呢 或许就是现代棋手和古代棋手理念的差异吧 我们继续看齐 呃 就现代棋手来说呢 刚才我说过了啊 这个点三三 无论是从利益脚地也好 从白棋的这个方向也好 从这个字的效率也好 黑棋完全可以满意了 但是呢 还是一个求战的心态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白棋啊 最简单的 很多棋手说 古人为什么喜欢这么下棋 跟规则有关系 这个呢 我觉得 呃 有一定的道理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理念差异的问题 这是同样的规则啊 你让现代棋手来下 他肯定会选择点三三 我认为 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棋手 在这样的时候 会选择这个跳 啊 在黑棋跳完之后呢 也没有一个棋手会选择职业棋手啊 选择这个飞啊 我觉得这时候白棋跳一个 哎 这么跳过来 简简单单的 也可以获得优势 为什么呢 黑棋跳出来啊 他的目的何在 白棋的这个棋啊 非常的厚实 黑棋在外面 再加两手棋 都对白棋这块棋啊 形成不了什么影响 不会危及他的生命 所以呢 黑棋这边出来啊 没有什么利益可图 好 我们来看 马上呢 呃 这个棋啊 续盘结束 从这一靠开始 双方的战斗就开始了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局部啊 在现代的对局当中啊 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走这个 然后呢 黑棋拆 白棋这个时候立下去 黑棋如果能提前交换到这个更好 但是呢 即使是如此啊 黑棋跳出来 白棋打吃一下 飞在这里 即使如此呢 我认为啊 以后被黑棋搬 白棋这个地方只有两目 呃 白棋这个棋的方向呢 呃 也是不对的 啊 黑棋这个时候 其实只要跳一个 这边白棋 封住之后呢 黑棋 随意啊 如果可以 想补其他就补一个 如果呢 不想补 他可以从这里跳出来 呃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局部啊 呃 当然了 跟这个点三三相比呢 黑棋已经是 呃 有了损失了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下棋 并不是好的一个方向 啊 但是呢 即使如此 我认为啊 跟这个跳相比 呃 就是白棋这个飞啊 之后的应对 呃 白棋还是亏了很多 白棋如果能跳这个呢 就更好 呃 实战 黑棋在这里小尖 这个小尖跟这个跳相比呢 我觉得啊 有了明显的差异 就是观念上的差异 什么呢 呃 这个跳啊 其实是损失地 损失利益的 就是他的目的不明确 然后这个小尖呢 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啊 就是我啊 既不想单纯的单关连回 我啊 希望呢 你在这里补一个段 啊 我这个靠段 补断之后 我再跳回去 这是一种 呃 追求效率的心态 啊 石箱下这个靠下得非常的好 这个地方确实需要补断 但是呢 这个靠了长 看似啊 是有点俗 但是实际上呢 他隐藏着很厉害的 很严厉的下一手棋 这个时候 断一个先手 呃 黑棋有点难受啊 如果不走的话呢 下一手有个点 呃 走成这样以后呢 其实我们来看啊 跟黑棋当初这个单条相比啊 白棋现在只要走这个啊 那黑棋啊 还不如这地方 什么都不走啊 就单走这个 白棋无非是 就这么简单的 把黑棋封住 外面还薄 现在呢 被白棋交换到这个不说 呃 外面啊 这些啊 背针区 没有针子的关系啊 长一个可以夹死的 白棋啊 更厚 黑棋呢 更薄 所以呢 黑棋这个小间 显然是不太好的 白棋呃 思想下 在这里啊 我觉得他 发挥出了自身的这个特点啊 他的这个 一打一冲 下的非常的凶悍 加了一个 这个加下的也很漂亮 我认为 呃 古代的洗手呢 呃 在战斗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说 在直线的计算过程当中啊 呃 他们的表现呢 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呃 其实呢 呃 每一盘棋啊 呃 可以说当呼时局的每一盘棋 我至少都看过两遍以上啊 当他们在计算啊 战斗的过程当中呢 尽管他会有一些 呃 别的变化 可以选择 但是呢 他们的 实战的选择啊 往往也是呃 很不错 或者说呢 是错误率很低的 我们来看齐 这个棋断掉 被黑棋打吃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啊 如果是现在的洗手 往往会选择 推让 呃 比如说长这个 或者跳这个啊 但是呢 古代的洗手更敢敢下敢拼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古其非常精彩的地方 这个子没有 加了一虎 虎断 然后贴这个 这个棋啊 白棋其实单挡住 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活 他走这个 只不过呢 白棋需要团这个 被黑棋吃一下 这个心情很不爽 呃 另外呢 就打结过程当中呢 白棋这边 呃 可能也不能要了 那么这两个交换之后呢 比如说啊 走这个 黑棋 把这个吃掉 再把这个藏出来 那么白棋觉得呢 得不偿失 所以说呢 他宁肯走这个 局部呢 让黑棋做活 然后再把这个粘出来 这个粘非常大啊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地方局部啊 白棋有一个小尖的手段 现在呢 由于刚才这个棋啊 气紧了之后啊 这个小尖的手段 就更加的强烈了 啊 黑棋等于是说 现在他一定不能让白棋啊 在这里腾住手来 白棋走这个 啊 黑棋走这个 如果白棋一旦做活 被白棋这里一小尖 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活 啊 我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 这些啊 根本就不能粘了 那些只能走这个 黑棋起这个 白棋呢 就这样打结啊 白棋不要去走这个 这样的话呢 被黑棋一粘 这个局部啊 反而是呃 变成了进杀了啊 所以呢 当黑棋起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就直接铺截就可以 局部呢 是一个打结活 呃 这个地方黑棋负担太重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呃 不能让白棋腾住手来 白棋其实局部最好的呃 作活手段呢 就是这个 但是这样的话呢 黑棋补掉 白棋觉得所获并不是很多 所以呢 要挑这个 啊 这就是呃 古棋啊 比较精彩的地方 就是往往他们会找挑最狠的去下 而且呢 不惜下属手 就是像刚才那样 一斑一段啊 这个被黑棋先打一下 呃 可能很多现在的棋手呢 当看到这个打之后呢 呃 或许就不不愿意啊 再往下计算下去了 觉得这个变化呢 可能风险太大 但是呢 呃 古代的棋手往往呢 敢打 呃 敢杀 这一点呢 呃 是古棋比较精彩之处 走成这样以后呢 黑棋下一下一步啊 下来步属手 贴这个 然后呢 再拖这个 那么 就正常情况下来说呢 黑棋啊 应该单拖这个 不过呢 我觉得这里呢 可能是黑棋啊 他有他的担心之处啊 就比如说 白棋这样 他可以冲完之后打这个 他呢 就不管这个 如果是单拐的话呢 那黑棋太好了 黑棋啊 一定是小尖 跟后面相比啊 差距非常的大 但是白棋很有可能断这个 然后呢 再拐打这个 下一手呢 这里要下来 这里呢 有个加持这个 这个或许是黑棋担心的地方 所以呢 黑棋在这时候 不惜下一个俗手 然后拖这个 退回来 呃 走到这个时候呢 感觉上呢 白棋是非常的危险啊 因为你这个时候呢 如果要对杀的话呢 基本上只能走这个 黑棋这地方一般沾 白棋啊 杀不过黑棋 因为黑棋这个沾是牵手 在这个刚才啊 一开始局部 被黑棋飞进去的时候 也感觉白棋很危险 我觉得诗相下的棋啊 经常是当 大家认为很危险的时候 往往能下出 不错的招法来啊 这地方他做个结 看上去呢 有点勉强 但实际上呢 非常的有效啊 这个拐 有现成的结材 提掉 黑棋这个段 这结找的也是 尽管是有点损 但是呢 很到位 为什么 我们直接看下去 断这个 提掉 白棋扳 结的找的相当不错 走这个 黑棋扑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连贯的结材 扑完这个之后呢 白棋不能提 白棋如果提这个呢 黑棋提结 白棋这边 只有两个结材 而黑棋呢 这一冲 这一打吃 也有两个结材 所以呢 白棋这个时候 刚走这个时候呢 他为了要打赢这个结 他提了这个 这样一来呢 黑棋的这个结啊 变轻了 因为白棋就提过来之后呢 对这个脚上 没有威胁了 黑棋提结 他扑一下 提过来 这个时候呢 黑棋选择转身 尽管啊 下的非常的反乱 但是呢 很有必然性 这就是我说 古人在战斗当中啊 他们的表现 往往是无可敲剃的 就是这个道理 他走这个 这个时候呢 判断一下形势啊 我觉得白棋 并没有说 能够有 有多大的优势 啊 陈锋泽老师 在这个时候呢 用这样的一个评价 我觉得 比较切切啊 这个白棋呢 是掌握主动 他并没有提及优势 说只是掌握主动 这个评价很到位 因为这个时候啊 黑棋的实控 明显的 多于白棋 白棋如何来进攻 这块棋啊 很重要 白棋这个时候挤这个 意图是 我 你要做活 得这样下 然后呢 他这些有个飞啊 他把这个打吃的变化 给去掉 由此呢 又展开了一场战斗 他走这个 长 踢战斗 踢战斗 等一下 这个时候呢 到了这个 这盘棋啊 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这个时候呢 黑棋很想分段白棋的这块棋 但是呢 分段的过程当中啊 他的自己这边有薄弱 这边这块棋还没好 所以呢 我觉得啊 他可以考虑啊 选择这个 但是呢 他有点担心 白棋靠这个 实战的他这个 跳啊 是最强硬的 但是呢 也是风险最大的 走成这样以后 被白棋靠 我觉得这个黑棋啊 开始有点累了 虎这个 还是断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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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走出一个打结 没有 他走这个 打尸 走这个 白旗非常强硬的把这个走掉 由于时间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稍微的简短一些 给大家介绍 这个时候我觉得 陈主任老师是说 这个时候 黑旗应该立这个 直接跟白旗开结 然后走这个 那我判断一下形势 我觉得即使如此 这个被吃掉 白旗只需要 把这个子连上 然后把这个姐打赢 黑旗的目数就不够了 我相信 那个时候 范锡萍一定有 他自己的判断在里面 这个时候 当然了 实战的下法 相对来说 简单了一些 这时候最复杂的 是一个例 一个是这个题 这两个变化 最为复杂 实战的靠这个 射了一下 这个刺很有很有作用 因为有时候不刺的话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一手骑尖死黑旗 这两个子 可以走这个 它就骑这个 白旗这地方有 本身的劫材 然后走这个 这个时候呢 黑旗一看 没有办法了 选择了妥协 走这个 白旗提 然后呢 黑旗 当然还有继续拼搏的 这个余地 他把这个吃掉了 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 白旗先手的 这个逆收官子非常的大 但是呢 由于呢 这边的这个损失啊 太大了 所以说呢 西盘旗 黑旗最后呢 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劣势 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讲解古旗的时候呢 往往呢 会有两个不同的态度 一个呢 是对他们的这个实战的 这个战斗啊 进行深刻的剖析 但是呢 我想表达的是呢 我们现代骑手和古代骑手的 理念的问题 所以呢 我往往会在布局续盘阶段呢 会多用一些时间 而且呢 我认为现代的骑手啊 尤其是业余骑手 并非是缺乏攻击的理念啊 而是呢 更多的需要呢 增加防守的这个意识 以前的骑手呢 更加的注重攻击性 而现代的骑手呢 更加的掌握 攻守均衡 这个呢 或许是古代和现代的差异吧 总之呢 我认为啊 古代的骑有古代的特点 现代的骑呢 有现代骑的特点 那么我对此呢 不加以评论 大家呢 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我的朋友有的说 古代的骑手 跟现代的骑手 职业骑手啊 差不多 有的呢 说现代的骑手 一定比古代的骑手强 这个呢 我想呢 呃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就不多做评论了 是非好坏 由大家自己来 呃 决断 呃 观众朋友们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要呃 说的是 呃 这是我最后一次 呃 主动的讲解古朴了 那么从今往后呢 如果不是特殊的原因 我不再讲解古期 那么这期节目的呃 观点呢 呃 完全是我本人的观点 呃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这半期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谢谢